抬頭前往農會搶劫得手後 駕車前往中和的方向逃逸 警車隨即追砌結合中和的警分局網 歹徒見狀馬上轉回永和方向逃逸 又衝撞攔截點過程逼真 年關疆界 那為了防止搶案的發生 本分局結合車內各拍所的組合警力 還有快速打擊部隊 針對轄內發生跨轄犯罪之強盜搶奪 擬人二署等重大刑案 發揮群務指揮管制的功能 立即派員前往圍捕 逮捕犯嫌 當歹徒被警方車輛逼入圍捕點 與警方對峙 經過優勢的警力及信心喊話下 終於器械投降 演習圓滿邪術 本次演練動員本分局鎮壓隊 勤務指揮中心 交通隊 警備隊 還有各拍所共計動員49名 參與這次攔截圍捕的演練 永和分局長蘇永芳指出 為了強化轄區內金融機構的安全 警方特別舉辦演練 加強金融業者自我防衛的能力 另一方面 警員透過實境演練熟悉 應變的作為 以確保民眾的 生命財產安全 中家新聞永和財務報導